妈妈,我回来了 小独子,我看你一天不打,上房间了 妈妈,你别生气了,要不把咱家门换了吧,太不结实了 对了妈妈,今天我们期末考试今天考完了,这回考试我可是超常发挥 嗯,不错,我看你最近也挺努力的,妈妈今天就给你做雪糕吃 首先准备淡奶油 不要钱的白糖 嗯? 一大盒酸奶 一大袋QQ软糖 炼乳 首先淡奶油碗中加入一点点白糖 再用自制粗糙的打蛋器打发淡奶油 淡奶油打发成拿起来,有较状态就好了 再倒入酸奶,酸奶量随意 再加入一袋炼乳,使雪糕奶味更浓一些 把它们霍冷霍冷均匀,放在一旁备用 锅里倒入生命之水 齐了坏了,怎么就是滑不着火呢 可算点着了 锅里放入一个大盆 把QQ软糖倒入铁盆中,隔水融化 哇塞,摇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依然装这么多QQ软糖 软糖融化之后,加入生命之水 这是我从巨人国买来的熊掌雪糕模具 为了使雪糕更像熊掌,我就把QQ糖液倒入脚趾和中间肉垫部分 再把它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 QQ软糖凝固了 再把雪糕液倒入裱花袋里 再用大剪子剪开 挤入模具中 轻轻震一下,震平整 再插雪糕棍 再放入冰箱冷冻6个小时以上 开始脱模 我有不祥的预感 完了,QQ软糖没沾在雪糕上 哎,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再看看这个吧 哎,太难了 没关系,我用巧克力做熊掌,把白巧克力融化 再把它倒进裱花袋里 再滴红色时用色素 再把它融合均匀 用巧克力均匀的涂抹在模具熊 黑色巧克力 星星,勇掌雪糕就做好了 来了来了 太可爱了吧 按什么情况居然断了 可能天气太热,雪糕化的也快 嗯,味道不错 奶香味十足 无冰渣 大家有想吃的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扣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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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